嗨 大家好 聚研堂又回來了 今次的時間裏面見到兩位嘉賓 ChangChang和Crystal 今集想說些什麼 其實年青人現在會流行有一個slash slash的工作就是同一時間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我知道兩位都有不同類型的工作背景 在同一時間 而且在過程當中 怎樣認識的兩位都會跟我做思義 而在我們學習的時間裏面 他們經常見到我師傅師傅 其實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 很多時候這個師徒關係 你印象當中現在都比較少 除非你學律師 或者某種類型是要跟師傅的 今天我們談談這個問題 當然之前認識兩位可能都是基本的概念 既然講到slash的工作 不如讓兩位又說一下 究竟現在現在有多少東西揹起心 Crystal先 我本身是在做空中服務員 這個是我正職 我副業會跟師傅做為MC 但同時也是一個業餘的舞台劇演員 也有學習其他東西 我現在還在學習韓文 即是三個slash 對,slash 很忙,人生亂中 厲害 唱唱 我是唱唱 我自己正職 其實我做了物流業 也有八至九年 然後我第一個斜共 我也是跟Manna師傅 學做MC 現在也是一個專業MC 然後再來一個snash 然後那個就是剛剛搞了一個Facebook平台 有很多直播、訪問、甚至乎打遊戲機 應該是電競 然後再來 再來snash 這個第四樣 是一個主持 我會負責很多拍片或剪接方面 其實snash 完了嗎 還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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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也很加習慣 即是他們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 怎麼聽都不像 他們倆當然不是 他們倆是比較忙 很多slash 但這世上真的有一些人是上班下班 所以這就是 創劇會有這麼多Fans 那些是另一類 那麼忙 那麼多類的生活 首先是Em and Joy 為何會這樣選擇 還是你們說一下 Em and Joy就不會選擇 我還會有時間去看劇 那就再會少一點 很悶 會開始這樣做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真的回過辦公室 早上九晚五 下班 然後回家吃飯 睡覺 第二天早上班 我覺得這個生活很悶 所以就轉了職去做空姐 彈性上班時間 就回到工作 然後可以去外國旅行 但是 回了幾年 我之後幾十年也是這樣 其實 我的人是不會有獎勁的 我是一個 很喜歡看到自己有進步的人 然後就繼續玩drama 玩drama 玩drama的時候 也是很喜歡的 因為每一次你表演完一套舞台劇 你用了那麼多時間排練之後 你會更加認識你自己 每次當你更加認識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再想知道 我裡面還有什麼 就再想畫出來 然後就繼續玩drama 之後又見到有朋友跟了師傅學MC 然後又見到很多師傅 這個生活 有很多不同的表演可以做MC 究竟MC是怎樣的事情 又想嘗嘗了解一下 接觸一下 然後又去學 學完之後 這件事真的挺好玩 然後就繼續做 之後韓文就是因為又是做MC 然後發覺自己不夠 想再儲很多把刀給自己 所以就再去接觸多樣language 想不斷幫助自己 去加多些武器在身上 所以我很享受 這件事是做挑戰的 而且聽到很實在 他就是越看越高興的人 而且他不斷找自己 他找到成就感 很重要 他從這些過程當中 我不是聽到很大物質的事情 即是說是裡面的事情 他想知道想做 然後再去做得遠一點 但當然你譬如說沒有類似劇 你不可以 那些人都不會找你再做 那你有些事情 去到某些程度 其實也變成一個他的工作 例如MC那些 又出出玩 到現在有客人會覺得 他OK 我願意肯付錢 覺得請這個人 他一定要去到某些standard 即是那個passion 或者他花的時間 即是我們外面人看到 有的 那這個有好處 阿昌昌,你的slash,slash,slash,slash 其實我也挺 我小時候已經被我媽媽說 我百足這麼多刀 那怎樣百足這麼多刀法呢 譬如我喜歡踢球 喜歡很多不同的活動 經常都不在家 我小時候就經常通街 然後去到 我也有很專一 或者很乖 很正常、很純地 去上一份工作 然後上班、下班 但那段時間就會覺得很悶 一樣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些時間 我坐在家裡做什麼 然後去到有一個時間 就是我覺得我想賺錢 然後我就開始了我忙碌的人生 是怎樣呢 我一份正職 然後我下班之後 我回到第二份part time 我的part time job 是試過很多不同的類型 大排檔 餐廳的試應 甚至乎馬會 酒吧的試應 Bartender 大概是這樣 其實都挺有趣的 我去到某一個時段 可能大過兒子 我有那樣需要的時候 我就會在那裡找到 有哪些行業 是可以滿足我的要求 亦可以有錢 當然是錢先走 然後就滿足我 譬如我想人際網絡寬一點 我就去到酒吧工作 我想自己的脾氣好一點 然後我就去了馬會 第一份就是去大排檔 純粹是為錢 然後到後期有目標的時候 就開始找到 然後到差不多了 到一個時間 我被一些朋友問 你這麼喜歡說話 會不會試一下 上來做MCA 是朋友搞一些 結婚計劃的公司 就覺得好 試一下 試了一次覺得 那個感覺挺開心 挺特別的一種感覺 你說是不是表演肉 可能是其中一樣 但是不是說我要唱歌 或者我要去表演 我是覺得這件事順味 是有種使命感 好像是一個任務 然後就很機緣巧合 遇到師傅 師傅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在我的人生裏面 除了我家人之外 你說我最敬重的就是師傅 因為師傅除了教了一些技術上的東西之後 譬如是人生觀 你的價值觀 或者是一些做人處事 其實是在不知不覺間 我上完他的課 學完所有體力 為什麼會留在這裡 也是因為這些是 我和你聊天 或者做朋友的過程 是不斷注入我身體裡面 然後又去癱癲 去參加一些比賽 喜歡玩遊戲 喜歡試一下 MC是其中一樣 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可以看電視 跟別人聊天 好像很開心 會不會去試一下 試完之後 現在又流行玩遊戲 很多不同的特別的事情 在那個時間裡面 插入我身體 那個感覺都是 我忙 我是很忙 但是很開心 很享受那種忙 因為我自己選擇 還有經常說 會不會累 會累 但是因為你是興趣 因為你享受那些事情 變成你是累的 可能只是身體 但是你的心裡面 是有一種力量 去支持你 繼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這個是 我想我和Crystal 都共同的一件事 就是忙 但是我們享受 我們現在這個模式 很充實 和我們很追求 去自我的進步 聽得到 兩個都追求自我進步 但是分別是 你自己到處去摸索 學習是喜歡的 但是有師傅和沒有師傅 那個分別有多大 師傅的角色好像是 我以前不會說去看自己 現在師傅好像有一個中途站 說一說 近來好像見到你怎樣怎樣 近來見到你好像精神了 或者近來見你說話好像有文有道 因為其實我還未接觸MC這個名詞 其實我是一個 挺暴風少年 我說話 我說完一大爛餐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你又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是說話沒有點 然後到我又說話沒有點 走出來好像一個 變稱 廢稱 然後到今時今 原來我可以很斯文 很安靜地去講一些關於自己 甚至去訪問 或者帶出一些很正面的形象 這個是 無論是我自己 還是我身邊的朋友 各樣都會告訴我 你是我以前認識那個窗窗 這些是這樣的 這個也是有師傅和沒有師傅的分別 師傅就是出了一句聲音 然後又是 對呀 接著聽到他一些教訓 之後就會想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下一步可以怎樣 或者是 我還有什麼可以再走前一步 師傅的作用是這樣的 即是要一個分享 或者一個 feedback 給你 可以這樣說 還有你也是一個很好的 role model 師傅是一個各方面的 role model 還有MC上面給你很多 skills 我很認同剛才張說的 他是給你很多人生的智慧 他會令到你的人更加完整 思想上心靈上 所以就繼續 這些課程沒有包 的確是 你自己要摸上自己學習 甚至現在 我也經常說 網上學習 我想 這裡感覺到 最大的分別 Amanda也在留言 說 餡料是有的 但沒有了一個經驗分享 那個 feedback 是相差很遠的學習 過程裡面 還有很多時候 很多不同的工種 不靜止 即是MC 很多工種 很熟悉的律師 我經常覺得 都要跟一個好師傅一樣 其實 skills 都教你 但是很多心法的東西 其實是很難教的 而那樣東西 你很無難可 Mask 的處理 我仍然很深信 每一個人都會不同 每一個人需要的東西 每一個人需要的東西 會有不同的 你不同的性格 你不同的想法 或者不同的個人背景 甚至乎你的個人成長的背景 為何你會這麼喜歡說髒話呢 原來你小時候有的 我有些學生 其實他們不知道 他本身的背景 口罩是這麼負面 因為我小時候也有負面 那你就可能有很多東西 要去收拾出來 這一部分 其實一般 是很難賣出去的 相對於是少 但問題就是 我經常說是肯學的 就說什麼所謂 但是倒轉 那些時間其實是沒有錢收的 如果要計算的部分 很難處理 第一,倒轉 例如有些朋友 他們都想把那套東西傳實 例如是魔術 有些人都想找徒弟 他們就說 很難找的,徒弟 第一件事 資質 成不成了 第二件事 因為他們已經有些名字 有些人可能只想拿作數 其實他們都會遇到 整件事是相負相承 也有些小朋友可能熬不到 我不知道 現在看電視 那些師傅 整年都是打掃 就不會讓他們去獲產 其實誠意 是認真程度高 或者是否耐性也高 但這個正正是 我們希望現在年輕人有的東西 難搞的 現在年輕人就是沒有耐性 可能我只是訓練你一件很基本的東西 但可能我用兩端時間說一件事 怎麼搞的 這麼不穩定 這麼悶 不可以這樣 但我真的教了所有的Fury 也好 他不用 我這行比較好 我會說MC最好 教的東西馬上在舞台看到 然後得意 不可以是不能躲 你不同的辦公室 其他東西是躲到的 簡單來說 概念就是 你一個學唱歌的歌唱博士 但唱歌是走音的 你看到Fury也好 你不明白 只是MC一樣 講到尾 你上去不可以 但很多時候就是輕視這件事 變成說 在一個過程當中 你跟年輕人分享 我經常都說 你肯聽我肯說 但他們有兩個很有趣 罵完也好 他們又不走 又回頭 有東西學 但問題是 有東西學不代表會學 他們有motivation 有motivation 我為何有興趣 我想知道他們的背景 就是 你說年長一輩 他們會比較有概念 而且肯去慢慢熬 或者半年就學一件事 他們會肯的 但你都這麼年輕 這麼喜歡出去玩 這麼多東西學 這麼多野心 都依然這麼有耐性 對 你不厭媽媽 都會覺得媽媽很麻煩 但為何都會繼續做這件事 因為很坦白說 為何會想起師徒的事 我不知道何時 學生全都叫我師父 我都不知道何時的事 我完全沒有這個心 但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叫完之後 我又沒有什麼理會 叫什麼我都會回應 但有時候我覺得 在師父的角度 和一般訓練者 不同的人都要兼顧 但問題就是 這樣就上心太多了 有時候可能會 但也說完肯不肯去做令計 兩位年輕的朋友 我經常覺得師徒是比較老一脫的事 為何你們都會繼續這樣做 或者都會去這樣的形式學習呢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都不知道 其實我媽媽都經常罵我 她經常說 為何這麼空 有這麼多時間 留多時間在家裡 又出去做MC 又跟師父 出去跟表演 因為跟表演 他們平時有些表演 師義表演 我們出去學習 看他們做表演 之後有些考驗 教我們怎樣 這是很自學性質的事情 我真的會下飛機 然後衝過去 我媽媽問 為何要用這麼多時間下去 又不是有錢的 你不累嗎 不用睡嗎 我明白為什麼她會這樣說我 但我覺得當中 我可以學習到事情 是辛苦 但有時候看完她做一次表演 你會說 我很想自己能夠 像她那樣 為何可以做到這麼高 加一件事這麼漂亮 對 然後很想自己將來做到 這樣就繼續學習 我覺得這也是 都是回歸的原因 就是我想見到自己有進步 自我進步的心很強 所以就迫自己去看 做多一點 我想是風氣 媽媽的角色一定是這樣的 很風氣 媽媽一定會說 你覺得浪費時間 不是覺得浪費時間 我媽媽的角度是肉赤的 你平時上班已經朝九晚十、晚十一 你放假 你比上班更早起床 然後又晚了 我媽媽的角色是這樣 你會說 你休息一下 你不累嗎 你又出去 然後十次 有一、兩次才問我 有沒有錢 很正常的 很正常 很正常的 正常的 但我都會 可能我這麼多年 我都是這樣的模式 我媽媽都習慣 我媽媽反而是之後 你快點睡吧 沒什麼事就 其實都要感謝我媽媽 這樣包容 對,包容 一來是包容 二來是信任和支持 家裡的事 我真的 又不用你煩 對,不用煩 我只是給家用 然後有什麼可以幫助 媽媽就盡量幫助 然後我很放心 我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關於師傅這個字眼 其實以我角度來算 跟一個老師 其實是有分別的 老師你教我的東西 師傅 我覺得我是因為尊敬你這個人 才會用到這兩個字 以我角度 你說古舊年代 師傅就要跪下斟茶 未需要 可能現在年輕人 但我覺得用行為 或者用一個態度 就可以表達到我們 剛才說的那個方式 就是Role Model 我們認同這個人 或者是接受他講的一些說話 然後我們 其實我們是大家都有回應給大家 然後不會說我單方面 只是叫他師傅 但是他不教我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 可能他看到我們這樣 用心 然後他就會去 你留意到你有什麼事情 他會很主動跟你說 然後我覺得 既然我們叫他師傅 然後他會因為 他會感受到你是想學 你是虛心 你是受教的 然後說完你 你是聽到 你有改善的 他是無條件的 他就會覺得 他自己在做的事是值得的 所以那個關係就會保持著 還有我想好像你說 你比較那個角色的不同 跟教師 最大分別就是 好像你提到Role Model 真的你看到那個 他在處理 他自己在做的事情 你是在學他去做的事情 做老師那些 不會說他教你做醫生 不是那些事情 所以Manda 剛才所說 有很多行業 律師 醫生 反而是會用師徒制的 當然 因為師徒制 他剛才說了某個很實際的情況 有沒有錢的 你聽說每一次出現 每一次出動 都原來好像有錢收 但很多時候你都學徒 我知道做車也有學徒 或者洗頭也有學徒 擺明開頭就是沒什麼錢的 因為你的經驗不夠 但很有趣的 有些年輕人覺得 我可以的了 我讀完之後 你多少錢 一個工作給我出來 我都會停一停 你夠膽收我的錢 這個我不知道是普世的 現在大家對錢的要求這麼高 還是什麼原因 好像沒有了之前 不肯去花時間 總之我一出來的 你救我是應該的 甚至有錢收的 即食文化 即食文化 看得到社會變了一點 古老十八大學 很多時候已經不算了 即使現在 你所謂的專業人士 那些 甚至學徒也有錢收 職業訓練局也有 也有 當然是一回事 但是那個心態不同了 就是師徒的關係 是不同了 是現在所謂的徒弟 學師那些東西 已經預先預算 是一個所謂的職業的外界 住人此裡 反而好像剛才他們說 做人處事 那些原則性的東西 那些經驗分享 反而沒有那麼注重 所以變成 有些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叫做教育局 即是countable 即是他們的概念很古怪 用了商界的理念去理解 對 就變成你論背牌子才算 他都會當你一級是多少 人剛二級 人剛二級 人都不斷在一起 很機械化 但未必會反映到 你的行業的特色 例如說 有些東西 你不是那麼機械化 可能是量化 你真的要學多久才要滿師呢 你夠不夠膽拿招牌出外賺錢呢 不是,鑽過鐵都可以 鑽過了 你就會看到 但有很多心態 因為有很多 我相信師徒有很多技術的東西 譬如一些主食的 譬如一些廚師 也有師傅 有些秘技 你知道的 但你也不知道 因為很簡單 如果你比較 不是踩某些教育機構 有些教主送的 有機械式的教育 出來的東西 跌跌差不多 反過來 如果你真是大師傅 真是有債星來跟著的話 有些東西他其實沒有東西要寫下 但他會跟你說一些原則 一些理念 理念那一刻是最過癮的 你這樣沒有東西可以抄下 但出來的風格就是這件事 所以有很多是創意 不是說創意 是演藝、藝術 尤其是藝術性 比較多一點的東西 你就沒有辦法 很機械化地量化 沒有辦法 在那個情況下 例如以前學台戲 跟師傅一樣 那個藝術性質本身的發揮 有些是原則性的東西 那你怎麼量化它 因為很古怪 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其中一件很頭痛的東西 我經常有分辨 我也想你多說一些 就是錯誤引用了商界某些理論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設計到 量化到 然後有一個報酬 要計算 越快有報酬越好 其實有些東西是自分的 有些東西要講創意 有些東西要講藝術 那種醋藝 那種醋藝這個字眼 就說鬼都沒有 沒有意思 真的不知道怎麼翻譯 所以變成在這個情況下 你依然用了這個概念 那你怎麼能夠成功 所以那個師徒關係 現在就大範圍 沖淡也很重要 沖淡也很重要 其中一部分 他們剛才說 為何會跟你作人處事 我只是這樣想 你的社會上多了些年輕人 他們有些基本 或者比如尊重其他人 譬如做老師很慘 這些學校裡面 是消費品 我用來讀書 你就給我相關的服務 其實沒有了基本尊重 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我們要承傳 對 教育也好說這件事 但已經是商品了 商品沒有承傳 所以他們也很基本 教你的老師也不會尊重的 連家人等等的朋友部分 相對於是博弱了 變成很簡單 我想了一件事 我都會老的 你們大了 照顧我們 整個整體社會的文化是這樣的 小朋友每個都好像 從你下都計算 整件事回來 又是我們的教書的朋友 都有問題 所以某程度上 為何都會比較著重 跟他們分享 當中的結論也很重要 以及關於MC 這件事也是 因為我們都是要看 Polocode 會看的場合 如果你的人不尊重其他人 有時判斷的問題 對 在舞台上 你一定會有事 所以 其實我不喜歡 MC這件事 之前阿龍和阿朱公子 都是處理這件事 其實MC這件事 都是教肩的 做好人 你要懂的事 思維 說話等等的事情 只不過 在那個過程裏面 發展到 可以變成司徒 剛才你說的 Role Model 這個問題 很大分別 我覺得是看的 我覺得是看的 他可以看到 譬如做二彆去跟鬚 譬如做二彆去跟鬚 譬如跟鬚這件事 有很多人會覺得 為何要跟鬚 我又沒有機會做MC 我學的只是 在台上 站那一刻而已 很正常的 很多時候 我們給他機會 可能給他 來看看 或者做旁邊的工作 因為我到現在都聽到 有時候 一些很大的明星也好 他們有時候 可能不用他拍到 他旁邊看 那些都是學習 還有很多 會摸 教不了 講不了 對 可能是延傳 除了延傳 有些感覺 你要先看到 但有些人會覺得 這個時間 為何要留下 這個時間 就是計算 教與學兩邊互動 所以司徒有很大分別 現在 都很少強調 說就說主動學習 正如剛才你說的 你會不會多用時間 自己主動去觀摩 才是觀摩的 有些事情 你不是即時有收穫 現在 經常要小朋友 要寫什麼報告 我可以告訴你 是很自分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技術不要緊 問題是 沒有那麼多 不一定變成一個 所謂的產品 叫做一個報告 大哥 所以你為了寫一個報告 你就是看某些東西 是否真的可以消化 深化到 內化到 我不一定同意 所以變成 你以前看 就是這些徒弟 真的要學習 就算不是主動教你 你坐在旁邊聽 看師兄師姐怎麼做 其實都是一個學習過程 很難說 很僵化 變成一個 官後感 要寫一篇文章 那些不是說話 幸好我不是 任何教育機構 所以我就不用 這個遊戲規則 起碼會提醒 但他們都知道 我都有 主動學習很重要 他們都知道 看看怎樣 我會問 但不是用這麼厭惡的方法 不是說 為了要拿一個報告 而是要問 如果真的想知道 好像照鏡一樣 你學到多少東西 等如草蠻仔 耍完一套功夫 你記得多少 那些 我經常說 我做完了 你問什麼 還有 他會慢慢引導你 除了說出 你自己觀察到什麼 他會令你想到 究竟他做過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做 這個互動很重要 你想到那個為什麼 以及看到效果 最後出動來 你就會自己 將那些東西 移動下去 這個動作 是挺有化學作用 很重要 因為他透過你自己 多說一次 因為你自己的腦子 用你自己的方法 你組織過一次 然後最後你口中表達出來 其實比起你抄100次 有用很多 絕對是這樣 但是要等的 我想在那邊看著他 看什麼 大家在那邊看著他 很緊張 搞盡腦子 不斷拍一些東西出來 還未夠嗎師傅 沒有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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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夠嗎 我還未趕到點 有時候還未到點 對 所以有時候 不是那個量的問題 不是你提出點點的問題 可能有一個重點 你會否先得到 你會否先得到重點 在這個情況下 你那個師徒的互動就很重要 因為做師傅有他的經驗 好像有一個 role model 他已經見過了場面 他沒有硬套在你那裡 還有另一件事 很自然的 我經常說 現在教授到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要求有一個標準產品的結果量化 就是說 做不到一件事 就叫清出於藍 很過癮 就是師徒制度裡面很巧妙 尤其是藝術成份 徒弟領悟的東西 有時候是多於師傅教的東西 更好的 那就是好事 每一個人都處於不同的情況下 去回應外面的東西 就像你自己領教過 當作惡犯的時候 想到多少東西 反過來同樣的道理 問回徒弟 他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領略了多少東西 其實這個交流很重要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經常說教學相長 你自己未教過的話 可能都未必那麼 aware 自己在做什麼 為什麼自己要這樣做 反過來有一個人 要你去教的時候 你不能不反省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尊重 所以其中一個 他們可以帶一些 師弟師妹 都是另一個角色的身份 他們再去帶人 他們自己就深化了 他們自己用某些技巧 或用某些方法 去處理某些東西的時候 你只是做一回事 可能他會有感覺 有一個領悟 他有一部份可以 懂得跟你說 反過來 反過來 他要再交道 師弟師妹的時候 很好玩 輪到他辛苦了 他的感覺很棒 很大的挑戰 你也曾經討論 再帶下一輩 再帶其他同輩 很可惡 很棒 其實有三個不同的程度 看他做的時候 學 他再問你問題 第二個程度 當自己做的時候 他會再描述你 然後他又可以令你再加深 再加深 已經再去把那東西打磨 當你再教下面師弟師妹的時候 你又再看到同一個問題 然後再將那件事 再完美化 所以那個昇華過程 對 昇華過程很好看 你用現在的量化指標 沒有可能 我剛才想說 時間不知多長 心機不知多長 而這件事 長短你可能會預先知道 對 每一個人的反應 都不一定一樣 我們在唱一段時間 怎麼搞的 十個小時才想到 你明白嗎 譬如說我們結束了 即是基本的 我要debrief也好 我要分享 但問題是 譬如結束了 我要預計時間 要做 有些人覺得結束了 就離開了 這也是 有很多人都是 他不覺得跟手有事要做 他要交貨 他覺得時間為何要這麼久 我不是看了就行嗎 這也是 回憶他們當初 接觸這件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就是覺得他原本做的事很悶 所以他有一個 空虛要填補 即是他本身已經很飢餓 他是想找東西學 但反過來 如果你對著一個小朋友 他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需要學 你踢他就沒用 我想這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如果本身那個人 沒有興趣或沒有胃口 去接受挑戰 在學習的話 你如何點化他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以習慣了 因為他們讀書的時候 是被逼他們讀的 塞進去 又不知道為甚麼 很難得 就是找到他們 覺得值得花時間 心機的部分 但現在很多小朋友 被慣性的 是密到爆炸的 即是問他們 他們喜歡 但可能習慣了 即是怎樣到即止 即是一個小時的堂 上月 交貨 對,交了 對於他們來說 下班 不然就完結了 就完結了 走 那為甚麼要留下 為甚麼 他們不懂自己去找東西 對 我去問 這個也是一個 整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的教育 教育成這樣 普遍是因為經常見到 我自己知道甚麼事 我當然知道 你教多少 他收多少 他不會再去想 欠甚麼 自己再補貨 比較少 你可以踢他 要拉由上樹 可能過幾個月後 他們明白甚麼事 就會開始懂得跟進 相對的 一定是整件事 每樣都有份才搞成這樣 倒轉來說 譬如說 先當是司徒 先施了部分 中國有對話 擔心 擔心 徒弟沒有師傅 就藏了一些東西 有些都不肯 教了 也有的 所以倒轉 有些人來學 當然大家互相猜忌 也會有這個情況 另外就是 如果真的 教了是不是聽 我給了很多時間 是不肯定的 是 即是你那些徒弟是不肯定的 還有你不知道何時 他有可能會有些心底不好 會拿去做某些事情 我想是一個惡性循環 變成了肯教的人 又教完之後又不知道會怎樣 學那些又越來越覺得怎樣 所以這件事好像 我不是叫色味 但相對沒有那麼主流 我有一些看法 我不知道他們年輕有沒有感覺 其中一個很過癮的概念 就是說 是超過了 你想想 就算你所說 就算教徒弟也好 每個五性都不一樣 不一定表示他特別蠢 你教郭靖和教會 兩個不同的人 也就是說 其實師父要教徒弟的話 你不可能一 徒教所有人 所以這個時間要很久 你要找到兩個人的關係 師徒的關係和教是兩回事 所以你會浪費多了很多時間 你要去摸索 到底這是怎樣教才好 有些是要 承認他 有些是怎樣他就行了 有些是自己學習都可以 有些是給一個例子 看完他會問的 你準備去答 所以每一個不同的人 學習本身的特性 都是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你有一件事要教的時候 你不可能重複一千次 如果你要很標準化做這件事的話 好像很科學 不上課 你就沒有了個人觸碰 所以大部分現在學校的學生 有這麼高的挫折感 因為你永遠高不承得不就 他出了標準之後 只是中間的確定 你很聰明的會不會悶 你很蠢的會覺得辛苦 然後又會放棄 你都在中間的確定 其實是犧牲了兩邊的不同的 多元性 是犧牲了 反過來 如果你說 師父徒弟之間 先標了互信 理解 然後可以就著大家的特性 去深化學習過程 你就做不到量 你一做不到量的話 然後有人跟你計算 好像你媽媽說 有沒有錢收 但說真的 為何會做 其實你看到某個時間 當他們熟熟之後 即是熟熟了 他們已經學到差不多 他們的技術 已經到某個臨界點 他們就會去到另一個階段 令他們變成了錢 但這個又不算多久 不知道要熟多久 所以這些人煩惱 是有些藝術成份的意思 就像現在這樣 你讀三年等於什麼 讀五年等於什麼 其實不一定可以這樣套下去 基本上可以盡量做得到 你都知道我側的 你會去搞哪一套 問題就是那個是基本 我不覺得那個目標 我覺得這樣說 另外一個也可以分享 有一段時間 我跟師傅學詠春 我自己也有學過詠春 很明顯 武術的部分 師傅很明顯 很實在 你要學那些套路 可以 你基本上要學 你練得好不好 跟時間有大關係 但我跟師傅最特別的是 他是葉準師傅的入室弟子 十多歲 已經去到他家上 那時候介紹我上課的朋友 其中一個賣點是 他吸收了葉準師傅的風格 他也是很穩定的 你跟他上課一樣 又是瘦瘦瘦 完全是 他連他的整個價值觀 整個感覺 都教不了 他因為就是入室 很耐廉 完全耐廉 但現在你看到外面有些 打的很厲害 然後我們走到看 其實呢 如果真真正正的詠春 是不能打架的 因為是不動的 實際的 所以你不會有比賽 你不是漏打的 但再另外一件事 另計的就是另一個問題 但他令我知道 其實真真正正 他要學到整套文化 整件事 是來自於正宗的部分 因為他說他十幾歲 已經進去學 他人的成長過程當中 他都在吸收 所以以前在電視 或是學武功 學某些東西 經常都會 抓到他去某些地方 他是吸收他 外功 還有內功 這是我可以認知的 以及在我師傅裏面 知道的情況 但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的知識 或者工作 只有一個面子 他們沒有裏面的部分 很難做到這件事 你出去學過不同的東西 都可以比較一下 你都可以說一下 你都可以說一下 其他學習過程 環境的諸如此類 為何剛才的問題 是有少不少張生 對 很實在的 他們都行的 這才奇怪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 其實是針對著那個學生 他有沒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因為其實現在普遍 你會看到很多年輕人 或者新一代 他們真的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出現了問題 就是他們做完 就算了 我做完了 完成了 加個卷給我分 做什麼呢? 完啦 這件事 但其實你做完一件事之後 你會自我反省一下 究竟自己剛才做得如何 你自我反省之後 你覺得不夠 就再去再追求 再追求多一點的時候 你那件事才會好 對 這就是真正的 我覺得 師徒關係和普通老師最大的分別 就是針對著你的學生 你有沒有改變能力 你有沒有改變能力 那你的師父自然會教給你 那樣東西才可以改變學生章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 除了自己個人本身 我是80年代的小朋友 我也是 你不要說到我不是這樣 我立刻要澄清一下 我不敢說 我先說一下自己 其實我們也是很資訊發達的年代 開了一個Facebook 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資訊給你 但是你選擇去接受 或者吸收哪些資訊是你選擇的 有什麼資訊呢 我們這一代 很難上到上面 但是又比下面那一層好一點 但是90年後那些就會更難 因為有我們這裏 所以很難上到上面 還有 還有 不要難上一下小公子 我當然要問他 有一個普遍的說法是這樣的 你身在其中 你可以自己現身處罰 其實不是絕對的 所謂上與不上 其實最大的盲點是甚麼 你問我媽媽 在那個年代 每個人都覺得成功模式 是那幾種 要不就是專業人士 要不就是做生意賺到錢 其實成功模式是很少的 這間的成功模式是樓 二線車 那些就糟了 人們以為是這樣 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把所謂成功模式 定得這麼窄的時候 你的命中率當然是低的 所以其中一件事 叫做多元成功 就是何謂成功 不會找不到錢 很多東西都找到錢 想清楚 但是就是說 你如何衡量你的成就 這件事 如果你本身已經是一個 錯誤的目標去出發 你永遠都不可能成功 你說買樓 不是說不行 你一定要買二千呎 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這個數字 他不是要自己買 那些是 你說沒有位置上去 我想其他東西最慘的是 大家認為是那幾個位置 才應該要上去 就是普世價值的問題 以為是那個 或者是獎項 還有一個標準 現在如何成功 有樓 或者你很有錢 但是我們覺得 是不是有錢就是代表一切 反而我們覺得不是 是不是沒有錢 我就等於是一個垃圾 我覺得不是 反而是 心靈上 或者是一些自我追求的地方 滿足到 其實這些都是富有 我覺得 心中富有 和現實拿出來的 真是很老實 我是不是每次都要錢 媽媽的角度 和我自己的角度 我追求的不是金錢 我追求的可能是一個 心靈上滿足 的滿足、開心 那種成功的感覺 和現在 我正職方面 也有很多小朋友的接觸度 小朋友是 你踢他 他就走一步 你不踢他 他就覺得 我覺得我就是這樣 應該 他不會去想 他應該要怎樣 他們沒有這個 甚至連自己 是否喜歡的東西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一早已經被人塞滿了 人家都排滿了的時間表 我就是知道 我的時間要在那裡出現 我要坐下 要上課 然後上課 他不知道他喜不喜歡 有試過聽 四歲學攀石 很多人害怕 他玩還是學 我只是聽他說 他媽媽說 幫他報了 見擊、攀石等等 數學中英數的當然是齊 我看著 不是 你四歲攀石 然後有家長說 帶小朋友去學非洲鼓 連非洲人 都沒有見過的非洲鼓 你說得最新的 我找了幾個小朋友 去說一些大人說的話 很恐怖 將來告訴你 是可以多麼病態 你再這樣教他們 他們就這樣 大家可以上課的影片 叫什麼名字 我的生涯規劃 對 很好看 很得人的 不得了 看完就沒有管道 沒有管道 這些是警示良言 大家 怪獸家長出來的怪獸小朋友 有時候我們都在想 我有時候逛街經過 見到小朋友 未來的社會動良 就是那些 然後自己是會敵漢的 說回司徒關係 我們走遠了 我們自己也試過 在台下 我剛剛進來什麼都不懂 我看著師傅 很厲害 我有沒有一天都可以這樣 然後除了師傅 還有一些師兄 師姐 我們在下面看著上面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這樣也好 然後自己學 然後不明白 然後有一次機會 有兩次機會 就是讓你去表現 你究竟學到多少東西出來 到你學到的時候 亦都可以很運用至於 將來你就會 原來不知不覺間 那些東西代了 真的在我身上 你就已經轉化到你在台上 到另外一些人再看你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循環 亦都是盛傳 師傅那些東西 怎樣帶來我們這裡 然後我們怎樣把師傅的東西 帶回去 所以透過學 透過我們消化 然後透過我們再表現出來 這個是關係 還有為什麼可以轉到這麼多年 六年 你不要問我 六年 我就很難記 從第一天跟學師傅上課 到現在差不多六年 除了是MC 除了是人生觀 我真的沒想過我會走上山區 去跟師傅做一些探訪 這個也是一個轉念念 因為Crystal也有去的 可能就是 當我們想法一樣 追求的東西一樣的時候 其實就會自然走在一起 我很認同這件事 對 哦 突然之間你這樣說完之後 我想起 其實我一開始 我不肯叫師傅做師傅 哈哈 因為他叫古怪 我覺得很古怪 很古怪 當時跟他上完初級課 然後他們會叫他做師傅 不是叫他Amanda 不介意 是的 我會奇怪這件事 我是不會叫他做師傅 那時候 實際上什麼時候 第一次叫他做師傅 當時上完初班要考試 考完試之後 然後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很乖的 大家坐在這裡把脈 哈哈 文靜了 陳靜就是剛才的表現 照廢 而照廢的東西 我量到多少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這個字是這樣的 街坊意思 真的不知道 我經常覺得人要唸口罔 我沒有深究 我覺得很古怪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新的那一班 還叫他們Amanda 你這麼不尊重 為什麼你這樣叫師傅的名字 我都不敢 你敢吃夫妻名號 感恩他們也有這樣的尊重 我覺得尊重這個 不要說尊重我 起碼有這樣的概念 其實都很開心 因為很多時候沒有了 老師都不會這樣 平時學校那些 我到今時今日都很尊重 還改花名 對著一生 那個肥仔 最過癮的一家開 剛才所謂的概念上 現在就是 等於你看完什麼 什麼家伙生涯規劃那些 之後 最愚蠢的一件事 就是把很多東西 工具化 為什麼沒有了 專師重度的概念 你不是一個承傳 你不是一個啟發 你不是一個發揮 你純粹是有功課 有目標 教學功課 整件事很工具化 我想你沒有了那個感覺 最重點的字 是一個inspire 對的 是你的啟發 所以你完全 離開了這些感性的東西 之後 整件事不是完全沒有了感覺 只是這樣解釋 所以說回剛才所說 我始終不是覺得 你一定要去到某一件事 才是成功 反過來看 其實你每一件事做得好 你都是另一種有機會成功 對的都是大師 等於說你的書法寫得好 對的都是大師 你已經是自成一家 你賺多少錢 另一件事 等於剛才 另一輯 訪問那些小朋友 你不要以為是空中服務員 沒有職業 我都已經跟他們說 我有一個兄弟 自己去一個航空公司 你想清楚 一回事 所以就說 你在那個環境裡 做得有多好 如果只是當交貨 交完貨收工 回家休息 你不會有突破 所以那個啟發 在哪裏 令到你可以想多了 你如果不是 所謂的司徒制 你沒有了人際關係 那個啟發性 你很難做到 還有那個耐性要很大的 你又要等 你不知道何時 還有新的也有些 說回我們訓練的身份 有時候同事都叫我 到時候就離開 即是我死都不離開 因為這個問題是 你的時間 要視乎他們的情況 其實會變多了 沒有收工這個概念 簡單來說 你的成本效率是虧底的 因為你付出的東西 是多於你原先的中數 但問題是你又明白 你沒有花咪下去 這些幼苗是不會成長的 但很多人都覺得我插槍 可以了 楊光不需要 你不是機器 你不是機器 你沒有所謂收工的概念 假設沒有 有人時間長時間短 他只是這麼無私 所以他們在做 傻傻地 傻傻地 是這樣的 大哥 你要做那個承傳 要做那個推廣 你的承傳是真的要有 譬如不要就是我 譬如粵劇等等的事情 他們都很努力去推廣 有些小的相片 你前輩很多都很想給 或者照比低 即是兩邊的 很想給那班 當然有技巧 中間也要處理技巧 如何傳承給他們 另外就是小的那班 會不會去接受 以及如果他們沒有那種 passion 興趣 即是說錢 其實真的是很難處理的部分 你很難再下跌 因為整個社會的風氣 社會的風氣 很看詞 很物質化 很工利 現在的文化也好 一些信息也好 所以其實有些 除了技巧上 我覺得個人心態 一些很清傳 我覺得是清傳 反撲歸真 去回原始 你個人的心態是怎樣 你怎樣去分是非黑白 這些可能 你打開電視 你聽收音機 其實真的要篩選了很多 才會聽到一些 所謂純正的資訊 有時候蓄積文化 會有所謂的corruption 先前你都問過 心理醫生 為何父母要輔導 其中一件事 就是你生活太快 父母沒有心機去教小朋友 有些東西不是學校在外面教你的 例如怎樣沒有心機 或者不給心機 你考試成績好 有獎金、有獎品、有旅行 這些很實際的東西 我叫做 gratification 你久而久之習慣了 那些小朋友是怎樣的心態 就是我沒有優勢的 就不做 你無形中變成一種corruption 但你自己不覺得 難得自己兩個有motivation 去學那麼多東西 我想第一樣出發點 就是如果你一早已經想著 純粹為了賺夠錢的話 不會是這樣的 要賺錢有別的東西可以做 如果我們幾個之間是講錢 不會去到今時今日 如果我的時間 要跟師傅拿錢 師傅回到我身上的時間 難道師傅就沒有拿錢 我經常說這件事很不平衡 師傅給我太多東西 不要吃飯 只有你,師傅不行 我在你身上拿了東西太多 不能計算 所以承傳概念很難搞 現在最頭痛的整個教育制度 都不認識這件事 是的 先不要計算沒有人想教 我解釋是有人想教 但他亦有很多掣肘 除了學生之外 時間 譬如那件事 你不用錢 這些都要錢 即是在過程中 我要付錢 很實在 然後你還要出來的時候 可能他們有他們的要求 或者要跟其他單位合作 又要你付出一些標準 數據出來 但人的培育 正常來說是沒有什麼數據的 可能是單一的 很難的 我叮叮了 怎麼計算 你出不來 當然你看結果 但永遠都是在過程中 可能有些人長 有些人短 那大家一定要 那個月收快的話 其實有很多在中途 譬如人家 suppose statistic 100天就應該熟 但不好意思 這個要200天 那是否代表不行 不是 但可能就是根據 有很多不同的標準 等等事情 那些要200天熟那些 中間就半途而廢 或者是沒有了 又以為自事哥哥以為自己OK了 那些就 那些就 基本上都不是under這個司徒 他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 就自己弄他自己的事 變成是教育制度的部分 其實最慘的是那些 因為有些人是比較慢 或者可能他還是傻 他要有一段時間 才描述 變成這班 你坐在一起 這班的部分 比較少人去找 因為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而是很少資源去找到他們 變成就是 教育局那部分 我們是教育制度 可以處理 我經常看著這個問題 所以你都看見我 隔壁踢你幹什麼 我會不會理會 盡做 因為我想這樣說 首先要不要計較 這個無論是學的 還是教的 如果你是很公平的計 他們說有錢 心機 要有一個理想 要有一個目標 不是說量化中途 實際上好像Chris說 到底有什麼 令到你覺得 是很想做得到的 即是操作模特兒也好 即是Fission在哪裏 怎樣才為之 那種成就 不是用錢來計 怎樣才為成就 你有沒有一些 參考給大家 可以作為一個目標 即是人生目標 不是只有規劃 這麼簡單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那是更加重要 所謂成功例子 也好 不是那麼多宣傳 不是那麼多讚揚 不是那麼多承認 變成你認知到不足的時候 大家其實可以有很多機會都不知道 我想最可惜的是這件事 你不會在學校學到這些東西 以前小時候讀書 讀書很差的 先不要講成績 先不要講成績 我們讀書是學什麼呢 讀書就是學課本上的東西 最多去到中學 中四、中五的年代的時候 才會有些班主 或者訓導老師跟你聊聊天 那個粗行的評語才會寫一下 形容一下你這個學生 一連一次 對 成績表才能收到 品學兼優可識什麼什麼什麼 通常都是一些很普通的說話 但是背後那個成績表之後 其實當你很頑皮 經常被老師罰留堂 老師罰留堂的時候 會跟你做什麼呢 罰你抄 最多是這樣 罰你坐在那裡 對 但是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兩個班主任 罰我留堂 做什麼呢 跟他聊天 不叫他留堂跟你聊天 這個是懲罰 對不起 我覺得這個是 反而現在 絕對不會有可能發生 可能老師忙 他也很慘 以來學生 也不會去付出這件事 甚至會被老師罵也好 不會的 但是我那次 我記得我跟班主任說什麼 說我自己是怎樣 我家是怎樣 平平喜歡做什麼 然後他就會去說一些 你沒有聽過的說話 如果你不是那麼 聽媽媽說 或者什麼 其實你會很頑皮 說一些 不會在其他地方聽過的說話 這些都是 現在 沒有可能的 但是以前 我們是可以在學校做到 甚至乎 以前沒有管得那麼厲害 是的 訓導主任 不會是跟你上課的人 他就會說 不要擦頭 不要這樣 但是在其他同學面前 就會跟你說另一件事 你這樣不行 為什麼 等等 現在我覺得真的是少 現在是沒有這件事 是 我跟你的情況有點相似 不過我幸運你一點 因為 就是什麼 我是很頑皮 那時候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但是他其實是沒有教過我學科的 他是我那時候辯論隊的老師 嗯 然後他是 是辯論隊的老師 你認識譚定堅老師 是的 他那時候對我很好 不是 基本上對全都人都很好 他真的會抓你出來聊天 他會堅持每一場比賽之後 會跟你可以考慮 覺得你學業成績 或者你粗行上面有什麼問題 然後會抓你自己去聊天 或者他知道 他會不斷收風 知道你家好像發生了一些事 是的 其實這些才可以成立到整個司徒的關係 我不會當他老師 我會當他另外一個師傅 不是他的話 我覺得我現在人的整個性格 都不是這樣的 老師如果是除了教課堂上的知識之外 跟你說做人的道理的時候 那個老師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另外一個女人 不是普通的老師 可能會特別有朋友 就是有些老師為什麼你離開了學校之後 都會聯絡的老師 就是這樣 粗行什麼什麼 不是教你的 但是很適合談 然後會跟你說某些說話 你是沒有預期過老師會跟你說的 你沒有預期過一個老師會關注 你一點點行為上面的偏差 然後會抓你出來跟你聊天 關心你 然後會覺得受寵若驚 這個老師真的有 第一句跟你說 為什麼你最近沒有擦頭 以前上學不給你擦頭 為什麼你最近沒有擦頭 不開心 然後會說 不會是老師和學生的說話 對 其實一個人的行為 走出來背後一定有一個原因 他觀察到 你原來有些事情發生著 然後再去幫你 這個才是 我覺得 課本 重要一些 還是做人重要一些 現在就把課本上的東西塞在小朋友上 然後除了課本之外 還有很多課外活動 其實小朋友怎麼想 每天停停十分鐘 停停少年心底夢 在任何年前 對 就現在這樣 對 對 整個師徒關係就是 學生要有自己自覺發生的能力 而老師要不算成本 不算所有的東西 去付出更多的關心和觀察 當這兩樣東西能夠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成立到一個好的師徒關係 就好像 假如我們兩個一起拜師學藝 為什麼我們的師傅只是教他不教我 但是 不會的 你不會想一下 你自己呈現了這樣的態度 或者是 我教過你 但是你還未做到那一件事的時候 我怎麼再給你新的東西呢 沒有人會去照一照鏡 即是未跳步的 但是就會請求某一件事 然後就覺得師傅也不理會我 師傅是偏心的 只顧著你誰誰 這些是你自己的心態 如果我是一個老師 我告訴你 但是你要這樣想 我沒有理由幫著你 你自己自由發揮 你自己看 所以為什麼每個人都不同 難度很高就是這個 對 對 品格的部分 其實都在這些部分 哪個人適合學這些東西 對 很頭痛 而且真的也是那句 如果學校裡面 可以 教學的部分 那個狀態 不只是只是知識的話 其實那些小朋友 就是讀書階段 品格的成長 其實那個時候 老師太忙了 首先不要講學生的功課 或者學會活動 老師自己也很忙 他根本是有心無力 因為有這麼多的學生 還有幾班 你逐個逐個逐個聊 留堂聊 你真是罰他 這個我想相對地都是 教育的部分 有 很大力 不關我的事 資源上面要多 因為老師可能教職 等等事情不要太迫 可以講要求 很大是不會的 很多很有心的老師 是現在的 不是沒有資源 那些資源擺在錯的地方 資源擺在做很多教案 要做很多報告 要做很多規劃 其實沒有資源是很辛苦的 其實不是沒有資源 你只是看看教育經常性開始 政府是兩成以上 是多的 絕對不少 不過 為何教師會這麼辛苦 明白嗎 即是下山幾次 視乎你的資源去做什麼 所以反過來 反國歸真的話 反而你不倒的資源 可能老師更輕鬆 是的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不要這麼多報告 不要這麼多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我專心去教書 專心去教學生 有時間跟學生聊天 反而這件事 你不覺得這麼形式化的事情 反而就是教育很有效的事情 明白嗎 所以你有閒無事 偷偷老師去上課 然後又要做教學評核報告 又要搞教育培訓 又要去開會 才罪了一死無聊 然後大家博明去寫報告 寫檢討 然後就沒有時間理學生 所以很久誤會了 就是以為政府沒有資源給教學界 是錯的 他不是不給 他給了一個錯的方式 他給了一個錯的目標去追 就是等於說 小朋友為什麼這麼老人精 自小你教他生涯規劃 你不如叫他多點去玩 多點去玩 就是去玩 不需要資源 省省不少 小朋友應該是這樣 其實不是資源多要少 而是否真的適用 你放在你不適用的地方 反而是壞了一件事 靠你 不要看著我 問題就是多點成功個案要分享 你現在明白為何經常逼迫你 我也知道 當然也透過這兩位 那些個案才逼迫你 兩個年輕人都可以分享這件事 他新同感受 他只是在過程中 很實在 我最開心見到他們兩個 自學的能力 自省的能力 因為說真的 是否在C或其他部份不重要 他們兩個走的路 一定會跟同年紀不同 就是他會有要求 他會自己去找 他會慢慢找到自己欺騙的部分 還可以現身處罰這件事 所以為何就是 剛才跟Chanker說的概念 就是 現在社會經常有一個所謂怨氣 就是年輕人沒有機會上位 那個錯的地方 其實是多了很多位 你不覺得那些是要上的 那你才死 因為那些新的事 我之前跟某一公司 多了很多機會出來 某一公司的CEO聊天 他說 他的同輩 他的朋友 又是不同公司的高層說 其實這間的年輕人 有很多機會 我就聽 漁民其長 為何有這麼多機會 他說 因為你實在太差 你知道正常 你就已經是比別人好 我一會覺得 為什麼要求這麼低 現在人們很不正常 不是很奇怪的 現在大公司 我是在大公司工作的 請人 一個Post 請了很久都請不到人 接著再問那邊的部門 其實你有什麼要求 會不會要求很高 其實不用的 有所有的正正常常 不要留鼻涕 不要留鼻涕 我請的 很臭 今時今日的朋友 這麼參差 然後也是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其實我覺得自己是很平凡的 只不過是正常的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或者去撥開一些不好的訊息 那些不聽 去清楚一點 但是 在於那些人來說 你很特別 可能做面試 面試去見公 你見了三百個人 然後也是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這樣 然後 然後 突然間有一個這樣的人出來 哇這個人在發光 現在是 我相信很多在聽的 都會是 做管理層的關係 都會很有感覺 很想這個感覺 真的很大件事 所以他們最基本的責任心也未必有 這個責任心已經是很難培養 其實責任心 自己 其實不是難 如果用培養這個字 有一點歪了 怎麼會這樣 而是現在的小朋友 就像你的留意 留意到一件事 他的時間錶被鋪滿了 他沒有辦法對自己負責 他所做的事 不是自己的事 所以從小到大都不會 負什麼責任 所以小朋友從未試過 什麼負責 在外國看的小朋友 最大分別是什麼家貨 就算幼稚園也是 吃飯的時候 自己拿碗碗碟 跌破了是會的 他的評論就是 跌破了是正常的 他不就知道 那些東西是會跌破的 你要負責 所以你要負責自己的安全 要負責自己的首尾 你給一些很小的東西 他已經可以了 你一反過來就 撅光過正 無緣無故塞你去攀石 你怎麼負責 負責不起這些東西 所以變成小朋友的心理上 心理上是跌破了 即是個人責任 和自己的努力 是沒有負責的 所以為什麼你經常感覺到 他不負責任 就是交貨而已 交人貨 就離開了 因為他還沒試過 什麼是負責 不知道什麼是負責 沒有感覺 所以真的要交家長 由家長開始 交家長開始 沒有辦法 所有事情都要 叫家長不要這樣 直升機 每次都插手 那些小朋友 他發又鬥 他玩又好 但他要學校有什麼需要 其實真的是一個循環 有些惡性循環 各方面都出現了問題 其實上層不是下層 家長很無辜 八級鋼琴 叫做普通 你不要再拿過來 沒有意思 無緣無故要用非洲鼓 才懂音樂 有學講求沒有用的 非洲人都不知道 沒錯 很傻 雖然說 很多資源 很多時間 心裡一挖 心裡都丟進去 小朋友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你算是死的 我想今天也很開心 跟Crystal和蔡春平時 好像這麼認真地談 現身說法說 對 因為思徒的關係 公務論是學什麼都好 其實最重要 我想這些年紀大一點 希望小朋友的價值觀 部分裡面 可以有一個好的進步 還有真的 他剛才提到的 師兄師者的問題 你也有一個能力 甚至乎你的心態 會再教下面 因為都是一樣的 很多人很自私 自己懂就算 那就不會再教出去 但這不是一件好事 無論你是否一個 你的手藝也好 或者全身邊的人相處也好 這個態度 其實最終都是我們 到差不多一刻 自己都會受的 用心良苦 對 我想這個社會比較健康 而且情會比較重 不會只是 不要住柴角尖 其實回到基本上 人真的需要這些 時間差不多了 好的 多謝兩位分享 謝謝兩位 我們下星期 再次在我們的註言台見 拜拜 拜拜